来看这个非常惊险的现场 这是中山高的泰山收费站 最近一个月因为五阳高架桥施工 原本踩人工收费的第四车道 周一到周五中午临时改为ETC车道 很多车主不小心误闯了 却又担心被罚 竟然在国道上就集体停车甚至倒车 导致后方驾驶差点刹车不及 现象还生 准备进泰山收费站 但明明是ETC车道 却有人停在一旁 而且还不止一辆 短短五十公尺至少停了四辆 简直把国道当成停车场 让后面的车想通行 还得东闪西闪 仔细看看 这些车辆都亮起倒车灯 直接在国道上逆向倒车 夸张的不止这样 有驾驶通过收费站后 竟然把车直接停在车道中央 后面的车差点刹车不及 直接撞上 不管后面车辆怎么按喇叭 挡在前面的车就是不肯动 民众气得把整个过程po上网 原来国道泰山收费站 因应五阳高架施工 被一分为二 上个月29号 高工局改成每周一到周五 中午全是ETC车道 虽然有设置标语 但每天还是有上百辆车误闯 高工局表示 由于正在施工 误闯驾驶不用缴六百元罚款 所以用路人万一误闯ETC车道 最好直接通过 事后再补缴过路费 千万不要倒车回头 免得发生危险 中天新闻许玉平台北综合报导 为千万别多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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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足